这家不容易 这么做更不容易 姑娘不还这个情 哥哥也不会说她 姑娘要还这个情是姑娘的心 我听你哥哥这段话的时候 我心里其实也挺不舒服的 你可以还这个人情 可以还 那是你愿意 但是她得领这个人情 她得知道妹妹的不容易 其实这姑娘最可怜 就是好像在她身边 很亲密的这种 跟男人的这种关系里面 她永远是那个 付出的那一方 挺让人心疼的 确实不容易 找一个疼爱你的男人嫁了吧 我估计那个情啊 只要她哥开口 她永远会付出 她15岁的时候父亲就走了 可想哥哥那个时候 其实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 所以我跟你说 小贼 她身上没什么油水了 别再炸了 好可怜的这姑娘 真的挺难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觉得吧 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 我还是 挺想和你在一起的 就是吧 家庭方面 咱们以后慢慢 慢慢就磨合了 我不会放弃我的家庭 我愿意为他们付出一切 尽我所有的能力 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只能跟你说 对不起 我觉得你应该有 自个儿的生活 不能老实一心 为个家庭 应该为自个儿的活 我的家人为我付出很多了 现在是我长大的 回到我为他们付出的时候 那你在这儿做 我也没从可口的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这个题就录得 心里面特别沉 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多理解 多宽容 可能就特别的重要 所以在这儿 也是呼吁一句话吧 希望妹妹家的哥哥 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考量一下 或者体会一下 你妹妹的不容易 曾经你帮助她 给她未来和希望 希望 希望在妹妹 再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们兄妹两个人 能够达成一致 既不伤了感情 又能携手往前走 这很重要 人身上该有的那点 人情味 什么时候都丢不得 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吧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 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 赢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 机票 酒店优惠券 领不停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老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宝箱 抽取现金的卡券 下面就是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选择的时候了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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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门